大了一点点 我对它影响好像不是很大 有影响有影响 大厚了 出的还是不是很顺 好那看梁文博能不能把握住这次机会 直接地杆拉回来 弹起来 打刹车球 刚才要打一个刹车球 加一点右赛 应该是一个向下的角度 现在来看 这样的话 如果你要将母球走到出台左侧的话 打一个发力的stun 好应该是成功的 球队最左色的这一颗球 是由右下底带开放 对 没准中间的那颗也有 梁文博能在测算 会不会敲到这个粉红球 如果敲粉红球 又是怎样一个角度 把粉红球敲出来 这个角度还可以接受 打厚了 这个球是打得非常厚 要么呢 可以选择打右侧粉红球中带 也可以选择打这个篮球 右上底带 显然呢 如果打粉红球的话 这个母球的跑位 好像不是 不是会 就是说 不很顺 应该这么说 好 起码要绕这个两颗星 好 选择的轻推 溜进去 但是母球落点还是不理想 母球K到了旁边的这个红球 哦 这个 有点被占 对 被占了 这样的话 先解决这个 前面单独的一颗红球了 现在就要 不过这个角度呢 好像会有这个摔带的可能性 干法要调整好 对 一个力量 一个干法 准备还是很准 好 刚好呢 是躲过了这个摔中带的这个角度 这个时候呢 可以选择咖啡球或者绿球 因为呢 我们看这个粉红球 或者这个黄球呢 下面 最底下 还有一颗红球 其实是可以选择绿球 现在选择了咖啡球 那么选择咖啡球呢 要拉干拉回来了 主球要继续往下走 就横过来了 对 因为呢 在粉球点位的这两颗红球 下面那颗应该是有下球 穿紧 这样的选择也对 就是先把这颗红球放到哪里 先不管它 对 因为毕竟落后 能迅速拿分很重要 嗯 好 下面那颗红球 轻推 刹车球 哦 非常漂亮啊 其实观众朋友们 不要以为呢 这个选手打的那么精彩 其实这个球很难打的啊 因为它要打一个低杆 是刹车的这个杆法 那么你力量越小 这种变形的概率就越高 对 这个时候呢 可以通过这个五分球啊 或者用这个黑球来 他可能要想把这个边按上面 右侧那个红球带一下 带一下 好成功了 那么这个时候呢 可以打篮球来解决这个 黄球背后的那颗红球 那么如果不然的话呢 也是可以啊 两颗星回来这个 先解决这个篮球旁边这个 红球也可以 看辽文博来怎么处理 好 先解决底下哪个 力量 力量 力量千万不能过 嗯 还可以接受 稍稍大了一点点 还是 稍稍大了一点 这个时候要用 架杆了 其实我是觉得 从这个三分四分 这个角度过去可能会更好啊 要拿一个加长器 套筒 这个很容易出现失误 因为套筒始终和这个球杆 你不能完全的融合 对 这个架杆呢 可能也要加一个套筒 有可能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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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停在了带口 好 当然这个Running呢 可以打边杆上面的其中一颗红球 应该打外侧那一颗 去撞它 对 这样的话 会把另一颗红球也留在了带口 这种干法呢 就是说在我们的花式里面讲的叫开轮打击 对 就很惯用的一种 这种组合球其实就 确实郭华说的很对啊 刚才如果用滴杆加大分离球 对 从这个绿球和咖啡球中间过去的话 对 那么你就会 哇 不是吧 静电 是一个静电 好像是一个静电 这样的话又放过了一次梁文博 对 对 把梁文博给放过了 放声了 哈哈哈 置之死地而后生 那是 跳了一跳 跳了一下 又静电 我现在要把红球赶走 然后母球想拉到这个黄球的背后 对 很难 不过稍微成熟了一点啊 经过这种与这种世界一流选手的这种较量 应该说这个梁文博的这个防守方面的观念长进了 嗯 我是感觉 以前他是拼得很厉害 所以你作为一个新人的时候你可以 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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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